大家好,我是杰,欢迎回到FFB时间 那今天我们要打的是活动关卡,伸长随度的思念 那为什么会重新打这个关卡呢? 是因为有观众留言说要知道剧情再加上宝物的所在地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那今天我会从初级一路打到觉醒级 然后告诉大家宝物的所在地 那核心脚也一样放在暗黑之云 然后还有多一只可以降低魔力的角色 那今天我带的是零 有点准备 除了 有点准备 那第一个宝箱就在这边,里面装的是高级治疗器 在这边,里面装的鸡肉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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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第二个宝箱就在这边,那里面装的是高级仪态 那这个也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宝箱,里面装的是万能药 那收集完这三个宝箱之后就可以去打Boss了 那出集就在这边结束了 下一个我们要去打下一个宝箱 在这边打开 那這是終極的第一個寶箱 然後裡面裝的是妖精王的祕書 按摩 按熟 轉過 按摩 轉過 按摩 再使用ujah震撿 按摩 好像了 解放進去 那这里是第二个宝箱里面装的是 热源的幻红花 那这个是中击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宝箱里面装的是灾难的风神珠 那收集完了就可以去打boss了 那这就是灾难的风神珠 那重机到这边也结束了 我们再挑战下一个弯度 上机 上机 上机的第一个宝箱装的是神兽的机材脚 那这个是第二个上机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宝箱 装的是中间的预言书 中间的预言 那看完继续是去打boss了 中间的预言 那上机也结束了 那我们继续通下一关 挑战的超级 那这个是第一个宝箱 超级的第一个宝箱装的是神魔王的结晶 那这个是超级的第二个宝箱装的是凤凰尾本的预言书 那这个是超级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宝箱装的是石鹰星石 那这个宝箱装的是凤凰尾本的预言书 关键内driven 凤凰尾本的颈衣 把焦到黑衣干处的东西 关键内装的预言 关键内装的预言 那超級輕鬆通關了 那最後我們要打的是覺醒機 那覺醒機沒有寶物 所以可以直接去打BOSS APBOSS 就算了 那記得暗黑之運要開全能面紗 然後還有開回歸 讓大家做恢復的一個工作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分成功 蓋 peso 形式 畫面 Deuts主愛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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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